第十题 消化钢油是一种黄色的油状透明液体 在医学上可用作心脚痛的缓解药物 但这种液体可因震动而爆炸 属于化学为前品 消化钢油爆炸的方程式为 4C3H5N3O9 深层6甲 加12CO2 加10H2O 加O2 请问反应之中 甲物质的化学是为何 这个我们可以说就是原子说 化学反应前后原子的种类跟数目不变 或者也就是说我们的均衡化学反应方程式 前后的原子都要一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边的碳 前面呢有4乘3个12个碳 后面呢有12乘1 也是12个碳 所以呢碳已经平衡好了 所以加里面不会有碳 我们看到了氢 前面呢有4乘5 叫做20个氢 后面呢这边有一个10乘2 也是20个氢 所以氢也平衡好了 所以甲里面不会有氢 我们看到所谓的氧 这里有4乘9 有所谓的36个氧 那么后面呢有一个是12乘2 24个氧 还有一个是10乘1 有10个氧 后面还有一个O2 有1乘2 是有两个氧 这24加10 再加2 也是36 所以表示氧也用完了 所以呢就表示甲里面没有氧 只剩下一个氮 氮呢这边是所谓的4乘3 是12个氮 那么后面呢有6甲 所以6甲里面不知道几个 要等于12 所以X就等于2 所以一个甲里面有两个氮 所以应该就是N2 所以第十题问我们说 请问反应是中 甲物质的化学是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A N2 不仅值得了这样的 也不仅值得了